請江義雄委員 江義雄委員 打選完之後我們就休息到下午兩點 謝謝主席還有我們這個副院長 各位政府關聯各位工作同仁朋友大家午安 請我們這個副院長主委一下 副院長請 您跟那個減少棟換一下 副院長 我相信你這個非常忙齁也對我們這個財經這個奉獻很大 表示建議齁 因為你瞬間的這個消費組 有關於這個消費組保護委員會的這個主任委員 所以我想這個今天不是在講這個財經方面的這種情形 今天剛才已經到這個財政委員會齁 去講了一些有關於這個統一發票等等的問題 那我想齁這個今天要請教就是我個人來講 我是 對這個 現在小孩子很快 那什麼電腦啦 什麼電信用品啦 我都很快 什麼都 我是很差 什麼都不會隨便聽 打這樣而已 所以我的手機都是又笨又重 常常都忘記都沒有帶過來 那在目前來講就是說 因為我 他來講說現在目前這個手機 比如說我想去買一個iPhone 我現在這個iPhone 蘋果的不錯咧 想去買一下咧 但是我想說他有很多的選擇啦 第一個 你假如說都不用這個所謂這種這個 一個月交多少錢的 那你就是一支要上網嘛對不對齁 那假如說你加入1700塊的 這個月月什麼使用費 你就可能齁 拿了 大概他的手機啊 就一兩千塊 那一千三百就是等於說 你要三千多塊 那這種這種換算齁 我當然不曉得 不是只有他啦 現在用的這個非常多啊 而且就是說靈眼的這種這個情形齁 那我不曉得我想 我們的年輕人應該是都會自己去算啦 但是也不是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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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能夠辨別出來齁 像這種這種情形齁 比如說他當然就是說他自己的 試銷的方式齁 但是這個也沒有誤導齁 或者是有這種這個 使我們這個消費者齁 有這種這個 啊這個誤信的情形齁 喔我用這樣 比這個買一個錢支的還要還要便宜 因為我沒有辦法算啊 對不對 副院長 你說我好這個我買iPhone的 是一萬塊我買啦 我什麼都 我不要打也沒有關係啊 我打五百塊也沒有關係啊 好啊那你現在自己算說 我可能一個月打 打一千塊 所以我就選擇一千塊的這種情形 這種我不曉得齁 我們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有沒有去對這個去做一個 一個研究齁 像這種有沒有誤導這個消費組的他的一個購買的一種動機 跟江文明報告齁 這個像這種方式齁 不是是iPhone的業者做的齁 比如蘋果電腦他賣iPhone 他會是跟那個網路這個通訊業者合作 他們共同來做個行銷活動 對 所以這裡面會有不同的組合不同的方案 那通常都針對這個消費者他的消費習慣去設計的 對啊 有的人常常打的人 或不常打的人 他提供不同的這種組合給他去選擇 像這個 這個是屬於那個 他那個主管機關他要負責的 對 像這個你會看到齁 我們在電視裡面齁 打管州一分啦 這 這多少錢 這還是兩塊錢吧 你在什麼時候五塊錢 打台灣五塊錢 那不同的業者 對 不同的業者 對 是啊 沒有錯啊 但是這個 我是覺得說齁像這種情形齁 當然我們不了解啦 你自己要信他那沒有問題啊 但是你從那個深度去研究的話 這個我覺得是說有很多齁 就像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電視裡面 你這個有宣傳你的這種這個醫師都高明啊 祖傳秘方啊 你要做這種這個 這種這個 醫師的醫療法的這種這個規範嘛對不對 那你像我們現在不是啦 說我這個是什麼中醫師啊 我這個什麼女的什麼來找我啊 脊椎啊 這個有問題來找我啊 請你打 0800 0800 什麼什麼的這樣 他就沒有問題啊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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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違法嘛對不對 但是我剛剛所講的這種情形 就是說你雖然是可以選擇 但是我是認為說齁像這種 情況的這種這個促銷齁 我們的政府機構說說有關的這個 這個 這個文官 這個消費者保護的 這個團體 有沒有去真的去算算看齁 這個有沒有做一個給我們了解說 欸我自己去買一個真的是買個這個 一萬塊的 那我就一個月打五百塊就好啦 那假如說你給我一千塊 可能我沒有達到一千塊 但是我為了這樣 我一定要達到 也是要給他一千塊啊 當然你是自己選擇沒有錯啦 但是我要請教這個 副院長你是財經了嘛 這個方面來講齁 有沒有說要給我們的百姓一個交代 給他曉得說 這個情形啊是什麼樣比較好 我跟江委員報告 因為按照消費保護法第六條的規定 像這種行為主管機關有兩個 一個是交通部一個是通傳會 那消保會只是督導這兩個單位 去做好消費者保護的工作 所以 我也問過NCC啊 他們也答不出來啊 對NCC他 因為他剛好兩個分開 NCC是負責這些 像iPhone本身這個通訊器材 他是他的主管機關 那如果說在這種通訊業的這種業者 那是交通部在負責管理 所以這有兩個不同的主管機關 他共同來提供這種服務 那這個行銷方案是兩個共同結合的 對 提供這個服務 所以他們兩個主管機關會 我是問過交通部也問過新聞局啦 但是都沒有答案 跟新聞局比較沒有關係 對呀 但是都沒有答案啊 所以像 副院長跟你這個 跟你報告 你會說我這是什麼什麼 又是不一樣啊 我沒有責任 因為我們要獨島這兩個單位 所以我 江委員這樣詢問的話 我會再去找交通部和通傳會 請幫他提供一個比較滿意的答案出來 對呀 給我們說齁 像我們這個不是對那個很熟悉的 給我們一個正確的選擇啦 我想這個也是交通保護委員會的他的工作主義嘛 對不對 而且現在你會看到那個ION出來 他裡面的一些條款啊 都是齁 你看 他用什麼 碰到了就轉變了 所以你要買一個什麼套子啊 就把它套上去才不會變嘛 這個顯然是有缺失的 對不對 我們買的時候 我不一定要買這個套 為什麼你這個手機裡面都有 沒有這個保護套 不小心碰一下 就轉了 這個是有缺失的啦 對不對 院長 對沒有錯 這個是在9月30號的時候 那個iPhone在他那個總公司那個執行長 那個 那個 Jobs 他有宣布說 他全球有一個方案 在9月30號以前購買iPhone4 然後那個 沒有那個保護套的話 他要免費提供 但是在台灣引發一些糾紛 因為他這方案沒有用在台灣 所以我們有請蘋果公司 要解釋這個問題 對啊 有發言給他 他這樣對我們台灣看不起 我們怎麼比這個香港 或是比這個新加坡 要什麼 我們國務院都比他還不錯 說實在的啦 人口也比他多 對不對 人才也比他多 對不對 最起碼這個GDP也比他多 為什麼 我們不能說這個蘋果到我們這邊 我們這個不給我們 他們就可以 這很難啊 副院長這個我們要維護我們的權益 我跟姜委員以前完全一樣 我跟我們同仁 還公文他還批很清楚 就是說 蘋果電腦到底有沒有重視台灣的市場 對啊 然後請他們研究幾個事情 我想這個 跟姜委員立場完全相同 我會請他們繼續來做這個事情 要保護我們的消費主 對 沒有錯 你假如說真的是看不起我們台灣的話 那你就不要來嘛 對不對 沒有關係嘛 就不要來 你要賣的就不要買水貨嘛 你要去用的你就買水貨嘛 對不對 當然我們希望說他來但是一是同仁啦 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這種景象 所以希望說齁 你有這個機會齁 因為我對這個不是很懂 我最後有注意 我希望說我們這個看起來是沒有什麼 但其實很重要的一些問題 好不好這個第一個 跟副院長表示謝意齁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看到很多這個消費主保護團體 什麼中 什麼中華民國消費主保護協會 這個台灣消費主協會 很多很多他是有的有立案的啦 齁 有的人是沒有立案的啦齁 那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是 有時候就看 欸這個都是消費主保護團體啊 我們看到說 以前很多的這種這個 所謂消費主保護協會啊 就很多替我們國聯做很多事情嘛 對不對 像以前的這個鄭 什麼仁宏啊 鄭仁宏啊 陳仁宏啊 他也到達這種這個 現在當是監察院的委員的嘛齁 那那個那個那個 大概都是有這個立案的是不是 欸我跟江委員報告齁 基本上齁我們消費主保護團體 是有一個專章齁 所以他用財產法人 或用社團法人名義都可以成立 但是他們享有的權益可能不一樣 如果經過我們行政的消保會齁 認可的齁 他可以提出消費法五十條那個團體訴訟 其他不能提 所以我們因為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 決策自由嘛 所以他們都可以成立這種團體 但是成立團體以後 他們可以做的事情齁 對啊 不一樣 你現在受團法人很多嘛 對 但是他現在還有認證咧 現在我們 認證以後他就到那邊講說 我是經過消費主保護團體的認證 認證是不行的 對啊 我跟江委員報告齁 因為按照我應該記得應該是二十八條 消費主保護團體二十八條裡面齁 對於這個團體 他任務有哪些有列得很清楚 沒有認證這一項 所以做認證的 其實我們都有跟他警告說 這樣不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只有承認兩家齁 是符合標準 可以提團體訴訟的 他是會提團體訴訟 但是認證都不可以是不是 認證可以嗎 也不是都可以齁 團體訴訟只要經過我們行政院消保會齁 經過評鑑以後 我們現在只評鑑兩家 可以做團體訴訟的 只有兩家 兩家嘛 就是我們這邊可以報告一下 因為讓大家也可以知道一下 一個就是剛剛您提到那個 那個現在監委去中華民國 那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那個是我們 同意他可以提團體訴訟的 因為經過評鑑 還有一個是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 那也是經過評鑑 這兩個 對 我想這個要給大家了解 因為現在很多 所以說只要我是消費者保護團體 教委員非常內行提到這一點 但是剛才這兩家可以認證嗎 也不能做認證 也都不能認證 對 那這個口罩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應該去重視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說我是消費者保護團體 這個認證的 我這個是保證的 所以我想這個也都有誤導 我們有時候就認為說 這個 他給我們這個認證 這個 我們要買的時候 你看這個他有認證 一定是 在這外面是比較優質的 所以我想是不是說 會誤導消費者 請這個務院長 你當然很忙 我把它記下來 你們連要去好好的去做 好不好 我想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 小數非常多 但是跟這個 跟這個院長講的非常多也不太好 我就講這個兩點 跟這個所謂這個副院長做個報告 希望說 就能夠去 稍微做一個 這個 這個去 追查一下 到底是怎麼樣 好不好 這個情形 跟我們的 民眾 交代一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江議員委員